记者蔡宗勋布袋报道,为让游客到布袋观光于是安心享受美食,加一线推动餐厅评件认证,共34家参加,货品有两级两级各7家。 今天由议长张明达与卫生局代理局长蔡淑珍班正,消费者肯定这项评比,强调看到工作人员戴上口罩、帽子、厨房也加装纱窗,吃起来觉得更安心。 布袋观光于是逢假日游客摩肩接种,尤其是高跟鞋教堂带来的观光热潮,连平常日都落异于途,但过去餐饮工作人员未穿戴背心及口罩、帽子、厨房未装纱窗置为淫滋生,常遭人诟病,更忧心并从口入。 嘉义县卫生局配合明年登会在嘉义县推荡观光于是餐饮,卫生评件认证,聘请食安专家组成评件小组,实地查核,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,GHP,菜肴酬演,辅导业者用在地食材为主,风味餐彩色即可溯源食材。 黄庆游客指出,这次到观光于市场吃东西,看到工作人员戴上口罩、帽子、穿着背心,环境也整结许多,令人耳目一新,希望可以一直维持下去。